大家好,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這次介紹一下上幾星期去的馮檢水鄉 是一個在廣州佛山順德一帶都比較有名的水鄉 還有一條比較穩定的村 首先要跟各位說一下,如果你們是開車過來這邊的話 最好就是在東門這邊進去 地圖是顯示那條好像叫茶洲路 有個大型停車場,旁邊有個小的停車場 小的停車場是免費的,沒錯 大停車場要收剪,大小的停車場是免費的 停完車,望向旁邊就是復檢 那些經過的小艇會提醒你已經來了一個水鄉 但如果不是有這些小艇,我怕你會覺得自己來了一條 有很多內鱷沖的村子 看到吧,這裡真的很多人過日旅遊 為什麼呢?因為逢假是不收錢的 所以其實周邊有不少地方的人都會過來這裡 搞什麼一天游,半天游 據說,這裡在周末或者節假日 只要是好天,就像今天一樣 所有停車場都會沒有位 那些車只可以停出去馬路 那你就下車走穿 既然說到這裡有這麼多人來遊這麼熱鬧 而且又不收錢,你會不會讓這條村子覺得不值呢? 因為去州莊,西塘那些都要給60幾70元 都是水鄉 那邊的水鄉又要收錢 這裡的水鄉就免費 嘩,但你真是,你看真一點 這裡的款式真的好意思收錢 這裡真的除了那條奈何蔥 你走在街上,兩邊的全部都是賣手信的店 而且除了那條水口橋 那個位置有些宿記衣記 拿自己種的東西出來買之外 這裡真的是切頭切尾的手信街 你甚至可以在這個馮檢水廂 找到三個比較大型的賣手信區 那其實再多個區域也沒用的 應該說這裡整條逢簡村賣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銅質化其實很嚴重 買的東西都是純得的 吃的東西也是純得的 什麼雙皮奶啊,滾黃蒸豬啊,龍教膏啊,魚餅啊之類 全部都是用食的,有關的 當然這裡真的有不少店可以在這堂食 很多人都說給你聽 我們上過什麼電視啊,上過什麼CTV啊,廣東電視台啊,佛山電視台之類的 這些東西他說就是 其實有不少人都會在這堂食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直接搭兩遊巴過來這裡 見到有吃就吃的 因為行程又不知會不會繼續進去大量下那邊 但是,如果你在大量過來的,你在那裡吃就好 你在那邊已經吃了一段 而且在那邊吃的會比這裡便宜 所以,你說馮檢這裡是水鄉 你真的說是就是嗎 就算你沒去過周莊那幾個水鄉 正常都會去看一下那些片子 例如在我之前去西銅州莊拍片 在那邊的水鄉是會有一些比較傳統的建築 和一個格局 而且是沒有那麼多的商業看 你看看這裡,除了賣東西多 也沒有什麼有歷史價值的建築在這裡 除了這個牌樓 這個牌樓就新在這裡了 呃... 它... 怎麼說好呢 都幾大一下的 都... 幾多人在這裡拍照 有時候要等位 但好像...其實不是那麼好看 而那個牌樓下面那條橋呢 就應該是翻新過的了 我看 那下面就是... 遊船碼頭的另外一個起點 那這裡的遊船呢 就好像是百貓一條船 就...沿著那些來河沖那邊兜 一條船呢就... 好似可以坐五個人上去 那這邊其實... 拍照,即是拍的那些小船呢 就會... 比在那個水口橋那裡好看些 因為這裡... 沒有那麼多人啊 沒有那麼多人在這裡擺賣 這邊整體都會顯得安靜些 在這條橋附近呢就有一間... 祠堂 就算是...應該是... 在馮家裡面比較有歷史的建築了 那其實... 當然啦... 祠堂去到哪裡都有歷史的 就代表著一個家族的嘛 這間祠堂呢... 其實都有一些料到的 因為它改了做... 一間比較有特色的咖啡店 都算OK啦 裡面... 都撿得幾奇利下 有些木人裝在這裡 你可以在這裡玩 甚至... 內堂那裡都是... 可以開放給你進去坐的 裝修都幾骨子一下 甚至會被人覺得... 其實在裡面可以 好過在外面走 好過在外面走 不過講開就講啦 其實如果你不當這裡是一個水鄉 降低下一些期望值 這裡其實都OK的 因為... 它這邊的田園風光其實是幾不錯的 馮檢村其實是一條很典型的豬三角農村 因為它河道是很窄的 而且比較多比較密 那些居民就住在河道兩邊 而且在今時今日 豬三角核心地帶你找一條農村出來 而且是... 有錢的農村 更加重要的是... 一條有錢的農村 到今天是保持著耕田種地 是真的很罕見 之前... 端午的時候 講過... 庭船那裡那條村 它就... 不耕田的 它只靠收租 而馮檢這裡呢 它就是靠旅遊 和靠耕田 所以... 其實過來這邊 體驗一下田園風光 都是可以的 因為它... 其實在大量過來 就不是很遠的 特別是... 它這裡 下午四點幾的時候 陽光就變得比較幼 那村內... 大用樹下那些... 很多的宿記 就趁著太陽還沒下山 在這裡來最後幾盤 而當你... 走到去... 景區外圍那裡 即是到那些田那邊 你... 就會覺得... 其實這裡都... 挺寫意 因為你就... 即是... 加這個時間呢... 你會看到那些... 村民在這裡做 因為... 最後的農活 在農田裡面... 看看日落呢... 就真的... 感覺幾好 有些人呢... 就是... 挺喜歡體驗這種風情的 因為... 我們... 走的時候... 就... 剛巧... 有一車廣州過來的 他就說... 真的很喜歡這種感覺啊... 在這裡過夜啊... 要在這裡試一下 那麼... 那... 那... 你千萬不要說一聲啊... 因為這裡真的很多很多民宿在這裡 因為... 馮檢其實是一條比較大型的村 它是做旅遊的 那些生活配套其實是很充足的 這裡是... 恆壇鎮的馮檢村 馮檢水鄉 其實就只不過... 是這條馮檢村 創修的一個旅遊項目 這條馮檢村 總而言呢... 順德這邊吃飯 其實吃完飯或者吃飯之前 都是可以在這裡走一下 但千萬不要對這裡有太大的期望 因為... 它... 真的不是你... 以往... 形式的... 或者你有概念的那種水鄉 那種水鄉呢... 基本上在江南那裡 馮檢這裡呢... 是一條很商業化的... 廣東農村 但如果你這兩點呢... 你都不介意... 你過來這裡都應該會令你感到滿意 因為這裡都會... 讓你體驗到那種... 田園的生活 好啦...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喜歡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因為認真意 很高興 很高興 這也是馬上年一位 都難過的 有些人 谢谢观看